末代指考倒數三天 就會只有4.1萬名考生 創下歷史新第一 但明年分科測驗 該用新課綱 對重考不利 全天志願也得更慎重 尤其醫療加上資訊工程 雙領域也稱為新趣事 陽明交大合校的過程當中 目的就是要培養 能夠懂科技的醫師 也要培養能夠懂醫學的工程師 陽明和交大合併後 不僅醫療本業 還擁有醫療科技的研發人才 讓陽明交大旗下清大成大 成為綜合大學榜的第二名 而疫情也讓工衛醫學科技 智慧醫療成為各學校的發展重點 以醫科排名來看 北醫產人第一 再來是中國醫藥大學 和高雄醫學大學 就連私校競爭同樣也很激烈 接下來也是在希望是 學生可以選 譬如說以醫學系 他選擇醫學系的 六年的一個課程以外 建讀那個理工學院的 跟醫工相關的學程 另外自駕車發展越來越多元 顏色出的產業創新 應有嚴重 也讓相關科技很熱門 畢竟大學排名指標越來越看重 永續發展 如何和世界潮流接軌 才是自身關鍵 把新聞綜合報導